副總統賴清德傍晚率團出訪 巴拉圭 而期間將過境美國紐約 與舊金山是否與美方政要互動 備受關注 美國在臺協會主席 羅森伯格已在網路上發文 歡迎賴清德過境美國 而賴副總統出訪前表示 蔡英文總統期許代表團 能夠完成兩大目標 包括深化臺巴兩國的邦誼 並拓展兩國合作與發展 朝鏡頭揮手笑容燦爛 賴副總統賴清德 也蔡英文總統特使身份 啟程前往巴拉圭 參加新任總統就職典禮 出訪前也發表簡短談話 蔡英文總統特別期許代表團 能夠完成兩大目標 第一 深化臺巴兩國邦誼 第二 拓展臺巴兩國合作 與促進兩國繁榮發展 賴副總統率團啟程當地時間同日過境 美國紐約 傳出將出席紐約僑宴 並與青年座談 十三日晚間離美 隔日上午抵達巴拉圭 期間將個別會晤現任總統阿布朵 及新任總統貝尼亞 也將午宴巴拉圭國會議長 十五日出席貝尼亞就職典禮 十六日早晨離開巴拉圭 當日下午至美國舊金山過境 十七日凌晨離美返臺 全程共計七天六夜 我也將透過這次的出訪 跟世界各股的領袖展開自信的交流 讓國際社會瞭解臺灣 是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 美國國務院重申賴清德過境 符合臺灣副總統過境慣例 美國與臺灣非官方關係 美國一中政策不變 羅森伯格則是透過推特轉發 賴清德行前貼文 表示期待歡迎賴副總統過境美國 賴清德此行搭乘民航機 國防部也證實 並無扮飛任務 至於解放軍十二日期一連三天 在東海進行軍演 對目前臺海周邊動態 孫立芳指出國軍持續執行 戰備整備任務 利用聯合勤監針手段 掌握所有臺海動態 目前臺海戰備狀況都正常 接著華曼城部有張古龍 政府報導